大家好,我是Hidy 我在2014年中學畢業 並且在同一年讀SHTM 幸好有姐姐的經驗作參考 所以也有充足的準備 最重要是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可能去不同的路 例如出國讀書 工作或者高級文憑也可以 心理上難免會有點緊張 最重要是知道自己已經有所準備 可以跟家人或者朋友聊天輕鬆一下 或者做一些可以令自己放鬆的事 最重要是給自己空間 放榜當日記得帶自己校內的成績 現金和Conditional Offer的信 最好帶上升學指南 就可以即時跟老師討論 市面上有些升學指南 都會列出前一年 各科的一些平均分 或者收生人數 另外布置也會講一下 一些熱門科目的競爭情況 抽下翻譯也可以 好幾個呢 再次請問一下 喜歡我的信念 請錄像 希望你有否定 你會有什麼 想要去考慮 保留 你們 有什麼